求婚才是愛情主菜 香港人真可愛 有時真的不太明白 咄咄有什麼好看呢 又不太明白 為什麼要當街咄咄給人看呢 但世事就是這麼看表面 有調查發現 七成情侶都認為 求婚和被求婚是重要過程 為什麼? 威了 在網路上 甚至在韓劇劇中 看到很多不同類型的求婚 婚禮等等 他們又想把那些方式 投入到求婚裏面 便會令求婚的方式 眼神禮等等都會提高更多 玩到直升機都出賣 求婚都花40萬 標準又怎會不高 超過半數受訪者說 求婚的開支 佔整體結婚支出 大約6-10% 最多人就買整段求婚微電影 而求婚地點 除了好喊的沙灘 最好就是海外景點 其次猜不到 竟然是家 難怪Wedding Planner找到食 他是提醒 如果在街外求婚 就要留意細節 例如是否准拍攝 或者布置會否被搞 免得壞了大事 但求婚還有很多事要煩 像他們那樣 南方早前搞了一場大龍鳳 在巴黎鐵塔見證下求婚成功 妹妹未存夠30萬交婚禮 預計兩年後才會正式結婚 其實婚姻明明就是兩個人的事 何必那麼緊張 就是要同意share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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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見